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的人生 我还有以后 以后的人生 又会是怎么样 奴婢认为无论是千金小姐还是满脚泥巴的乡村丫头 她们最渴望的都是找到一个好归宿 落叶归根 开枝散叶 是的 我本来是可以的 公主 你很快就可以了呀 就如这条百鸟裙 缝制的时候 诸事不顺 一波三折 但是还要是 本来是不顺别的 必须可以的 你很快就知道 是谁 同一帮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人 公主 你好漂亮 听说凤凰可以浴火重生 可是我已死的心 却怎么也重燃不起来 公主 你别这样 我还能怎么样 自从定下来这门亲事 我就没有哭过一生 流过异地里 因为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哀求 都是逃不掉这个命运的 就算命运逃脱不了 但是会比改变不了 如果公主愿意敞开心扉 还是可以得到幸福的 别跟我开玩笑了 无论母后是想利用我 来拉拢梁王 还是真心疼爱我 而定下这门亲事 最终让我知道的是 想要随心所欲 倚仗的不是亲戚 而是大权 娘娘所做的 虽然并非公主所愿 但是皇后娘娘 还是很疼爱公主的呀 公主 你要做什么 她疼我 疼得我好痛 疼得我心都碎了 就好像 就好像这样一样 把我的皮 疼舌 疼舌 忌舌 疼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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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舌 疼舌 疼舌 凤凰的羽毛 脱落了 我的心也死了 从今以后 我不再守望 我会狠狠地把我自己的心埋葬掉 这样我也就不会再痛了 不会痛了 我会狠狠地把你拨抢 我拨抢 你拨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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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主 对不起 你们先在这儿等会儿 我先进去通传一声 好 有劳鲁公公 能不进去就最好了 反正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我待在这里跟待在冷宫有什么分别 我还怕什么 这可是太子宫殿 不能乱说话的 太子又不是皇后所生 太子的位置 有一天会被安乐宫主取代也不一定啊 我根本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快闭嘴啊 你活腻了不成婉 这种话你敢说出来 让人听见 以后有你好受的 你看他呀 在宫中待了这么久 就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 真是 秀美姑姑 衣服都洗好了吗 怎么还不拿进去啊 这心来得好大胆 闭嘴 我还不耳诺 这种犯上的话 我听一次还不够吗 要你们再来重复 还站着干什么呀 快点干活去 奴婢告退 启离殿下 这就是从今天起 来伺候殿下的宫女 孟福 孟福 叩见太子殿下 这种小事就不用告诉我了 王公公 你看着办吧 是 奴才告退 那就由你来给他安排吧 遵命 姑姑 以后你就喜欢连蔓 还愣着干什么呀 先把那边的连蔓换下来 是 姑姑 都弄好了 都弄好了 我说的可是店里 所有的连麦 所有的连麦 就我一个人啊 姑姑 所有的连麦 都坏下来了 你把这些脏连麦 用爱好熏好 小心别燃着了连麦 要是有任何弄污损毁 你就是当十辈子 姑女也赔不起 是 走 我们过去 除来乍到 便懂得给人家识脸色 玉坛啊 看来以后你跟我 可有的看喽 两位姐姐 孟福刚来报到 还不知道规矩 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清宁宫来的人 怎么会对我们 明德殿的人失礼 太抬拒我们了吧 两位姐姐见笑了 不管是哪个宫的人 都是宫女啊 哪有什么贵贱之分呢 更何况 幕府还有很多东西 要跟两位姐姐学习呢 你是见什么人 说什么话吧 好 要讨教是吧 你干嘛 我再教给你 怎么好好的把任务完成 不过是个小小的宫女 心气太高 想往上爬 也不想想自己是谁 我看呀 她还没爬上去 就给爹个狗吃屎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新来的笨子了 把爱好都给毁了 那是他们弄的 不说 别跟我解释 谁对谁错 我可没闲工夫理会 总之不要给我添麻烦 这新来的马 安分一点 比什么都好 你别着急 再等等啊 小福 小福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在太子那边 当差很累吗 姐 小福 谁欺负你了 那何止只是欺负 让我一个人 更换整个大殿的 仗帘不说 而且还给我下马威呢 这明德殿的人 真的以为我是好惹的 你看着好了 哪一天我出人头地 我一定要他们好看 小福 你先别着急 让我想想办法 如果那里 真的待不下去的话 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 这是皇后娘娘的意旨 还能有什么办法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哪里得罪了 皇后娘娘吗 我那天 只不过跟太子 多说了几句话而已 皇后娘娘看见了 她就不高兴了 这围面也太小心眼了 在这里不要乱说话 会死人的 其实太子 她根本不认识我呀 这女人实在是 好了好了 小福 越是不让你说 你还越说得起劲 姐姐 皇后娘娘心情变广无常 她开心的时候 说不定她会原谅我 安乐公主她这么宠幸你 姐姐 你就帮帮我吧 我明天呢 会去看望安乐公主 到时候我看着办吧 好了 这不是一天半个月 能解决的事情 小福已经很累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得干活呢 天哪 我真不知道 还能熬多久 公主万福 小凡 你来了 快来陪我聊聊天 我都快闷死了 来 坐 奴婢不敢与公主平起平坐 让你坐你就坐嘛 干嘛要跟我见外呢 谢公主 公主好像清俭了 我以为人父 苦相惜 实为不甘 怎么可能不熟 公主 奴婢做了公主最爱吃的 香酥牛肉饼 公主尝一尝 宫中上下 就属你一人醉着我的心意 公主 孟凡有一事相求 你我情童姐妹 又何须这么见外呢 奴婢的妹妹孟夫 被皇后娘娘 调到东宫 其实 她只是想留下来 继续服侍皇后娘娘 母后把你妹妹调走 你妹妹又何须倦恋 这样吧 有机会我跟母后说说 不过你要知道 我已经很少跟她见面了 没关系 只要公主有机会 都美言几句就好了 嗯 来 陪本宫享用 什么东西那么香啊 奴婢机国驸马爷 奴婢机国驸马爷 这是 这是孟凡 是从前侍奉过我的宫女 今天特意过来看我 过得好不好 公主由我这个驸马日夜 照顾周全 哪有过得不好的道理啊 嗯 你带来的是牛肉饼 啊 驸马爷真厉害 这道点心 正是公主最爱吃的 香酥牛肉饼 哦 是吗 公主要是喜欢吃的话 以后我就吩咐厨房天天做 公主想吃的话 随时都可以吃到 我只喜欢吃梦凡琴手做的 哦 那我倒要尝尝 这到底有什么不同 本公主有说过让你想用吗 啊 驸马爷想吃 公主就满足他吧 奴婢以后再给公主做就是了 多谢蒙凡 那本驸马就 不可以 小凡 我们走 走 来 坐 好 奴婢看得出 其实驸马爷对公主 事实用心 照顾周全 那不叫用心 那叫谄媚 倘若我不是公主之身 看五重训你王八崽子 还会不会对本宫照顾周全 公主 此等话语 怎可出自堂堂公主之口啊 有时候 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公主 那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 双俗双齐 平平静静地白头偕老 小凡 你可有凡梁的消息 还没有 凡大哥 你在哪儿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为你牵肠挂肚 公主 奴婢觉得 只要公主细心留神 就可发现 其实驸马爷 也对公主疼惜有加 恐怕疼惜的 只是我背后能给她带来的荣华富贵 世上能全心全意待我的 除了凡大哥 别无他人 但愿母后颜儿有心 会善待凡大哥 本来想拜托公主的事 这事 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口 你说这件事该如何是好啊 我都快被弄得焦头烂额了 真是没办法 哎 张上公 小马 你们在为什么事那么心烦啊 驸马爷让我们内市省传话 要上宫局马上为公主赶制第二件白鸟群 做第二件白鸟群 为什么 缝制一件白鸟群 令南一地已经是搜山荡谷 山林齐秦已受捕杀殆尽 若要再一次的劳民伤财 只怕会惹起民怨 上一次缝制白鸟群 是为了要恭贺安乐公主大喜 可是这一次又是为了什么呀 这谁知道 这驸马有令我们当奴才的也不敢多问啊 想必啊肯定是公主特别喜欢那个裙子 驸马呢为了迎合她的心思想再造一件吧 如果公主殿下喜欢的话 他应该会跟我提起的 天子脚下 连江山都是帝皇家的 咱们这些做下人的 只能听命行事 孟凡 你明天再到城中 帮忙采购所需物品 我现在就去把清单抄一份给你 奴必遵命 孟凡 明天要陪你一起去吧 省得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有劳小马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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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线 盘金融都买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是宽木产司 这一大堆材料 要买到皇宁马月 你不知道 这之后的功夫啊才多着呢 回去还要集合上公局的女工 巧匠 刺绣师傅 我们这些人啊 还都要赶工呢 为了一件裙子如此劳民生财 我想啊 应该是驸马也想讨好公主 自己出的主意 那又要缝制白鸟裙 不可能吧 千真万确 刚才我听绣金庄的老板亲口说的 我也听到领南那些猎狐说起 说上次啊 缝制一袭裙子 几乎把领南一带的白鸟捕杀殆尽 搞得当地是乌烟瘴气 老百姓啊 苦不堪言呢 可不是吗 抓几只鸟而已 这又跟百姓生计有何等干系呢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各地官员为了讨好上级 破令百姓巴士绰庚 成脚鸟语 叫不出来的 就以前两抵消 是 真情异鸟的皮毛 价值不祥 任凭那些官员 自意磕锁 这老百姓啊 能怎么办 只能认尤仔哥啊 这世道哪还有天理可言呢 天子之女圣言难违 我们这等平民老百姓 只有叩少听之的份 你还想怎么样 就是 那可不是安乐公主 皇家之士千谋妄言 小心祸从口出 撒了吧撒了吧 走走走 你干嘛拉我呀 我不拉你走的话 我怕你体无完肤啊 我不想公主被百姓误解 第一件裙子 是皇后娘娘 为公和公主搭婚 而缝制的 这件白鸟裙 又是驸马爷 想讨好公主而缝制的 全部都跟公主无关呢 可是你跟他们说 他们听得进去吗 要是被他们知道 我们是从宫里出来 张了这事的 我怕他们迁怒于我们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还有这么多东西没买呢 买完赶紧回宫吧 我总觉得 留在宫外不安全 别生气了 好不好 一袭百鸟裙 几多伤心人 我听闻安乐公主 要缝制第二件白鸟裙 这件事可是真的 奴婢参见上官大人 免礼 谢大人 回大人 那是驸马爷下的命令 恐怕公主还不知情 知不知道并不重要 反正都是中宝私囊 不择手段 奴婢愚昧 不知大人的意思是 秋收未至 岁月还遥 想要收百姓的钱 还有什么 比做这个百鸟群 有更好的理由呢 大人的意思是 驸马爷借机中宝私囊 不然已经有了一件 为什么 还要再多做一件呢 真没想到驸马爷 如此胆大包天 公然敛财 这不算什么 你可知道 驸马爷要在昭成寺 铸造一个百宝香炉 所费多少 不就是一个香炉吗 花费应该不用上千两吧 千两 千两只不过购买香炉的 一条腿 小月 我们走吧 来了来了 赵尚公 我们回来了 赵尚公 这个是翠鸟毛织成的羽绒线 这个呢 就是红雀毛织成的细线 很好 那你们拿到后面去吧 好的 走 你们都仔细点 别弄断了啊 知道了 张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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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驸马爷 为什么要做第二件白鸟群啊 我在宫中这么多年 主子的喜恶 真是比风云更难测 不过 万变不离其宗 表面上是好大喜功 暗地里 就找机会发大财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吗 这个我可不知道 就算知道了 谁敢声张啊 白鸟群花费上万两 不知 招生死的百宝香炉 又要造价多少 我听内市省的人说 这百宝香炉 高三尺 开有四门 架四座小桥 雕刻着花草 飞芹 朱天 祭月等瑞寿 庐身镶嵌着 珍珠马脑 车渠蜿蜒等各种宝石 用钱可要三万两呢 三万两 要备齐这些工匠和珠宝 不知要花上多少年月 到最后 或许像以前什么 法器啊 宝镜什么的 钱是数以万两地 花了出去 可最后这些珍宝啊 却只闻其声 不见其影 此话当真 驸马确曾 向上宫局表示 要铸造百宝香炉一事 而且还向司宝 领了大批的珍宝奇遇 但是尚仪局 却从来没有接过 铸造香炉的命令 而且内市省 也从没有听过这样的安排 没想到五重训 竟敢欺骗本公主 但是活腻了不成啊 请公主息怒 想来此事必有误会 可能 驸马爷都被蒙在鼓里 要是武士父子的恶行 本公主会不知道 只想不到他们竟敢 在本公主头上动土 奴婢 只怕公主名义受损 才告知一切 如果因为奴婢说的一番话 而令公主和驸马爷 琴瑟不合 那奴婢就在甘万死了 轻者自轻 着者自主 待我打探一下 便直分享 儿臣参见父皇 平身 谢父皇 你们燕尔新婚 现在已然是夫畅覆随了 让父皇见笑了 果然乖巧了不少 驸马 你功劳匪浅啊 公主金之玉叶 蒙恩将公主匹配小婿 已是喜不自胜 哪敢再鞠躬自满 父皇 驸马对儿臣百般迁就 就不说了 还知道儿臣敬佛 轻为洛舟的昭成寺 住到百宝香炉 驸马更是一力硬撑呢 你这夫婿 真是选得太对了 不敢 你的驻炉之事已进行数月 不知道性况如何呀 还可以 就是快完工的意思对吧 父皇 儿臣听说 此路及天下珍宝 于世间巧匠 雕琢而成 花费达三万两 不如 举办一个赠炉大典 让百宝香炉 在宫中展示三天 再命专人送往昭成寺 以隆重其事 同时也好向天下宣扬 驸马驻炉的功德呀 甚好 朕也想开开眼界 一朵百宝香炉的巧功 这区区小事 用不着如此大非洲章 三万两的百宝香炉 工业显要当事 当然要让万民同养 以正驸马的威德呀 但是 三万两的百宝香炉 前无古人 驸马又怎能不让百姓 见识见识呢 臣不敢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本宫立即命人 前往昭成寺 选定吉日 择日举行 赠炉大定 怎么了 驸马 脸色这么不好看 是身体不舒服吗 茶呢 我的茶呢 谁说你不理本宫的 是本驸马不对 本驸马注定要向公主 卑躬去膝 公主当然可以目中无人 当然可以逼死本驸马了 要怪就怪你自己 假借公主之名 侵吞公铐 既身不正在先的 我说过不住龙吗 好歹我也是驸马 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 我就是要逼你 我要逼你把那私吞的三万两 给我吐出来 让你白马会异常 天下贪赃王法的文物百官 多如牛毛 我赢武从训算什么呀 你是在说父皇 治国无方 并贪管敛财成风吗 我是说自古以来 此等是屡禁不止 公主又何必太认真呢 别人怎么样我不管 总之 要么你给我 变出一个百宝箱 要么 就把那私吞的三万两 给我交出来 你 我已启奏父皇 择日举行赠炉大典 赠炉大典 公主是要驸马爷人头落地吗 本公主没有在父皇面前 当场点破他 只要他乖乖地 能在大典之前 把炉给住好 他的向上人头 还是可以保得住的 公主何必要驸马爷 如此难堪呢 他又不是本公主的 心上人 本公主对他 已算万分仁慈了 你没有看到 他在父皇面前 有多丢人呢 话虽如此 但是公主跟驸马爷 以后总是要朝夕相对啊 更何况驸马爷 对公主总算不赖 说不定 你们俩以后 还能日久生情呢 没这个可能 你觉得本公主是那种 朝勤暮处的女人吗 我的心啊 无时无刻的 不再等着樊梁他来接我呢 爹 你说那公主是不是欺人太甚 她 既然已经嫁到我家做媳妇 她怎么能浮现自己的丈夫 就是 就是嘛 那三万两明明已是我囊中之物 可现在却要被迫退回去 孩儿真是不甘心呢 当年星殿三阳 星太两宫 背负得到的 何止是你的百倍 可太长皇 从未向背负查询过半句 孩儿认为 公主 根本不是为了那区区三万两 她就是存心跟孩儿过不去 她一直就认为 以她千金之躯 尾身与孩儿势中侮辱 她分明是看不起我 她连你爹压根都没放在眼里 何况是你呀 为人媳妇者自当沉昏定醒 可在锦门一来 何曾向为父敬过半杯香茶呀 爹 孩儿不孝 让爹如此瘦人白眼 孩儿别急 他实在是专横骄纵成性 若不是生在帝王家 对我们还有一丝价值 我们父子又何必受这窝囊气 爹 孩儿想得到 现在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把那三万两 双手奉还吗 爹爹我自有办法 参见马爷 免礼 白鸟裙做好了吗 白鸟裙已经做好了 把裙子拿上来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毛 你们商工局以为能瞒过本驸马的双眼吗 拿剪子来 是 请驸马爷高抬跪手 驸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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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根本就不是本驸马叫来的那些珍贵奇奇的羽毛 你们这般狗奴才是要害我被杀头吗 衣服上每根融线每根事语都是驸马爷给的 请驸马爷明鉴 本驸马才买的羽毛 都是由各地方精心搜罗而来 每一条都珍贵无比 你们休想用一些烂鸡烂鸭的羽毛来充数 奴婢们没有 奴婢们换来也没有用 装无知识吧 我交上来的这些羽毛 价值三万两 分明是你们商工局 其中有人把这些真假羽毛 偷龙转凤 三万两 皇宫之内 绝不允许此等贪赃枉法之事 此事我一定会追查到底 把这假群子给我带出去好好调查 是 驸马爷 这是他走了 这怎么办呀 这怎么办呀 你怎么会做够的呀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查个驸马爷啊 怎么回事啊 不在哪儿了 就这么卸的 这什么怎么回事啊 不会啊 驸马交来的羽毛 每一根都是我亲自核对 亲自交到访房的 不可能被人偷拢转缝啊 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除非是你自己把东西掉了包 不是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 小鱼 你就别逗他了 谁都知道丹华胆子最小 他才不敢干这种事 对嘛 对嘛 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总得有人出来认罪吧 你以为这样的话 你我就真的可以置身室外了吗 不要被砍头 怎么办 你们快过来看 张上公身边那个 不就是叶婷渠的小李哥吗 完了完了 张上公找我们来 就是要我们当替死鬼 判罪之前 先叫叶婷渠的人 把我们从宫女的名单上除去 参见 参见张上公 孟凡 小鱼 丹华 就是这三个人吗 正是 不要杀我呀 谁要杀你了 张上公 这是 我已经拜托小李哥 把你们三个人调到上市局帮忙 其一参与缝制百鸟群的女工 我已经调到其他局里去了 那驸马爷一定会怪罪于你 张上公 这不可以 难道张上公想自己顶罪 把我们都调走吗 上公局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我作为一局之首难辞其咎 这分明是驸马爷 不满安乐公主 要她退回斯吞百宝箱炉的三万两 所以才嫁祸给我们 行了 小李哥 有劳了 好 公围之内怎么能口出胡言呢 可那是事实 不行 我要去跟公主说 孟凡 我们这些当奴才的 小命早就交给主子了 是生是死 跟事实的对错完全不相干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那也不能由您一个人来扛呀 驸马爷只是借上公局 来反抗安乐公主 死一个跟死一百个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区别 我已经跟各局打好招呼了 跳走一个是一个 张上公你说得对 明天啊 我们赶紧去上市局报到吧 走吧 这是我给你们最后的事儿 可是 可是 你今天仍然是我上公局的人 可不能不听命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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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